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之长夏长安第五至八集 没有下次了,你是她女朋友吗? 今夏吃完饭,没有在表姐家停留,找了个借口就要回家 她在小区门口,等着出租车,不知道是时间问题还是打车的人比较多 等了很久都等不到,忽然有个熟悉的身影 推着一辆黑灰色的摩托车从今夏面前经过 她定睛一看,这人竟然是陆毅 对方显然也发现了她 顿住脚步,四目相对,气氛有几分尴尬,犹豫到底要不要打招呼 嗨,今夏强笑着 嗯,回家 她简单回应 对,这里不好打车 陆毅轻声提醒,也不知道严格为何不送她回去 一个小姑娘这么迟了,打车回家,总归不安全 你不是头痛吗? 今夏好奇地问道,这会看她 生龙火虎,灯光下,连面色都是红润的 骑了一圈摩托车 好了 她笑笑 呵呵,今夏附和笑笑,就算知道答案 她也不想追寻,那我去坐地铁,谢谢你的提醒 你姐夫今天怎么不送你回家? 陆毅好奇地问道,今夏不好意思道,我不想打扰他们 一脚油门的是,有什么打扰不打扰的 陆毅忍不住吐槽,严格平时很会做人 怎么对自己的妹妹就这么,不是,是我不用他们送的 今夏强调了一遍 为什么?都这么迟了,你一个女孩子 我姐说,今天是她的排卵期 今夏小生解释 神色已经不宁,他们想要孩子 所以我就不麻烦他们送我了 陆毅立马闭嘴 他一直知道严格和孟青很想要孩子 两人同岁,都年过三十 严格又是独生子,父母催得急 只是越着急,每个月就都落空 他总说,还是陆毅自由 没有家庭的束缚,不用为了谁而活着 但人生就是围城 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 陆总,那我先走了 再见 今夏挥挥手,他实在是和陆毅说不到一块 看到他那张没有表情的脸,他就想躲,躲得越远越好 上车,我在你 陆毅递了一个头盔给他,戴好 别了吧,太麻烦你了 今夏退后一步,不敢接他手上的头盔 他直接把头盔塞到他的怀里 我顺便出去买点东西 快点 他还是觉得女孩子独自在深夜回家 不大安全 这附近夜宵摊比较多 常常能在路上看到喝醉的酒鬼 在大喊大叫 偶尔一些还会故意惹事 酒精不是好东西 让人变得失控,没有理智 今夏匆忙戴上头盔 这还是第一次坐摩托车 他上车有些艰难 双手不敢碰到陆毅 好不容易上了车 陆毅出生了 拉着我的衣服,坐好 他多少顾到惊吓 起比平时慢了一些 但这速度,对今爱说,还是很快了 风从他耳边呼啸而过 这一刻,他竟然会觉得 有私奔的感觉 安静的夜晚 路上只有这么一辆摩托车 在街上驰骋 今夏牢牢抓着陆毅的衣服 等到他住的地方 他已经出了一声冷汗 好几次拐弯 他都要惊叫出来 谢谢 纵使腿脚发软 他还是感谢 不用谢 陆毅冷冰冰地回到 踩着油门走了 今夏无语 还真是一个怪人 最基本寒暄都不会 他揉揉屁股 坐摩托车 刺激是很刺激 看夜景视线绝佳 就是对屁股不友好 坐着个得慌 次日早上 今夏趁早去了一趟早市 准备塞满冰箱 早市热闹 很多人围着买早餐 小姑娘 要不要买盆仙人球 防辐射的 一个小小的绿球 种在白色的小瓷盆 可以清晰地看到 仙人球上一根根细刺 很是秘籍 他一直都很喜欢仙人球 特别神奇 竟然会有植物和刺猬一样 自带防控功能 他准备买一盆 放在办公桌 多少一盆 一盆二十两盆三十 今夏也不打算和老人砍价 买了两盆 正好放一盆在家里 这植物最好养 偶尔给水就够了 买完菜 他便准备上班 挑了几个刚买的桃子 给赵姐带去 一进公司 赵姐还没来 十一还没开始做事 就涌上了一层淡淡的无聊 他拿出仙人球 放在桌上 赵念呢 路易上班一向准时 他还没到 今天要是有我的快递 到了 就帮我送到办公室 路易特意过来提醒一下 好 我会留意的 今夏回到 他站着 毕恭毕敬 路易正要走 忽然想起 自己办公室没黑笔了 给我拿几支黑笔 公司这些小文具 一向都是放在前台 自己来拿 今夏刚来 还不知道黑笔在哪个位置 打开柜子找着 路易指着最下面的柜子 对他说道 最下面的格子里 没有 我没看到 今夏嘟囔道 路易想凑过去 看看 没有注意 今夏的办公桌上 放了一盆仙人球 手直接按了下去 手心一阵刺痛 他哑了一声 今夏终于看到了黑笔 抬头问 给你拿一盒可以吗 结果发现 他脸色不好 看清眼前一幕后 吓得一大跳 仙人球已经被压扁了 而球上的刺 扎进了路易的手心 他才刚买 就发生了这样的惨案 他来不及心疼 这盆可怜的植物 就不住地道歉 路总 没事吧 拿医药箱过来 路易脸色不好 当然神医大早被仙人球渣 脸色都不会好 今夏火急火燎地 拿来医药箱 拿出棉签和酒精 正要往路易手上倒 你想痛死我 路易美好气道 拿点福 那我先帮你把刺拔出来 今夏怯生生地说道 真的抱歉 没有想到 你会 我不是说过 办公室不能养仙人球吗 路易快要气炸了 我不知道 今夏都要急哭了 原本以为只是扎进了几根刺 但路易的手心明显红肿 看着触目惊心 我就 你的手 怎么这么肿 我对这种植物过敏 很不凑巧 他小时候就被仙人掌刺过 回到家全身红肿 还恶心呕吐 吓得他妈妈直接打了120 过敏 惊吓瞪大了眼睛 那怎么办 我马上打120 没那么夸张 路易平淡地说道 那我陪你去医院 真的抱歉 下次我肯定不养了 没有下次了 路易低头 看着自己红肿的右手 无奈地摇摇头 我得上医院打抗过敏的针 你和颜哥说一声 早上的会我没法开了 那我陪你去 惊吓着急地说道 路易扫了他一眼 他立马顿住脚步 不敢上前 不用 他留下两个字 转身就走 惊吓懊地直跺脚 这下真的是踩中狮子的尾巴了 惊吓一口气跑到地下停车库 费了好大劲找到路易 他正准备走 惊吓拦住他的车 路总 我帮你开车 你怎么阴魂不散 路易敲了敲方向盘 我能开 但是你单手开车 总归不安全 你要是不放心 我给你看我的驾照 惊吓从包里掏出自己的驾照 你看 我三年前学的 路易默默下了车 坐到副驾驶位置上 惊吓系好安全带 稍稍研究了一下 就将车缓缓驶出停车库 一路上 他都不敢说话 更不敢看路易 直到顺利导航到医院门口 他才重重松了一口气 他刚回头看路易 就被他的样子吓了一大跳 他面色泛红 露出的半截手臂 布满了红色疹子 半闭着眼睛 呼吸急促 惊吓连忙帮他解开安全带 叹了叹他的呼吸 我还有气 没死 露易哭笑不得 缓缓开口 惊吓帮他打开车门 扶着他下了车 露易有气无力地问道 先带我去烫洗手间 惊吓第一次来这医院 好不容易拉着露易找到洗手间 刚准备递张纸巾给他 他就捂着嘴巴快跑了进去 惊吓吓得直接跟进了男厕所 露易正弯腰呕吐 惊吓跑过去 帮他顺着背 你还好吗 纸巾 惊吓递了给他 他擦了擦嘴 叹了一口气 我真的已经提醒过 办公室不能养先人求 那次有毒 你懂吗 年少时 医生就吩咐过 必须远离这类植物 每个人体质不同 他对植物的花粉之叶 总是格外敏感 说实话 今夏还是第一次知道 有人会对这些人求过敏 我先陪你去急诊室 露易吐过一回 稍稍好受一些 此刻也没有多少力气 再去针对今夏 只能被他拽着 去了急诊室 到了急诊室 医生问露易 有过敏史吗 有 先打抗过敏针 观察一下 好了就没事 那要是美好呢 今夏小心翼翼地问道 美好的话 就换中抗阻碍药 医生 那他这样算严重吗 还可以 严重过敏 还会引起休克 每个人的过敏源都不一样 最好在抽血 做一个过敏源筛查 生活中尽量避免 那好 医生有什么需要检查的 都开出来吧 今夏的话 让露易瞪大了眼睛 不是 不是 他还没说完 医生已经开好了单子 递给今夏 今夏将他一把扶起 我们先去抽血 你经过我同意了吗 露易想发脾气 都没有力气 这让他很沮丧 可是医生说 这个检查很重要 要是你是过敏体质怎么办 我觉得我对你过敏 露易虚弱地叹道 我现在只想快点打针 他身上难受得要死 想吐 脑袋发昏 好好好 我先带你去打针 今夏拉着他去了书夜市 不知是护士新手 还是露易血管不明显 被针扎了五次 五次都不准 眼见他的手都要被扎肿了 今夏看不下去了 能不能请你护士长过来 他真的快不行了 护士 我们护士长他很忙 说着他又要再扎 今夏直接蒙住 露易的手背 坚决道 不行 我看出来了 你是新手 这是病人 不是你练习的工具 病人很不舒服 你看不出来吗 护士无奈 只能找了一位 年纪教长的护士过来 护士看了一眼 露易 立马明白 刚才那位护士 为何总是扎错 对今夏说道 病人太紧张了 全身一直绷着 你是他女朋友吗 你蒙住他的眼睛 让他放松 现在不管是不是女朋友 他都得让他放轻松 今夏一把浪过他的头 将他按在自己的怀里 轻声道 别怕别怕 没事的 很快就好 他语调轻轻 像在安抚小朋友 露易闻到他身上 一股淡淡的洗衣液味道 忽然一阵刺痛 从手背穿过 一股良意涌了进来 今夏放开他 成功了 露易苦笑 这是什么值得惊呼的事情吗 他只觉得自己很惨 除了惨还是惨 一个小小的仙人球 让他身心受挫 充满了挫败感 喝点水吧 今夏打开矿泉水 递给他 露易摇摇头 他低着头 不发一言 今夏猜到 他大概是不想 和自己说话 他实相地坐在旁边 给颜哥发了一个信息 很快颜哥就回复 打好针 你陪露易先回家 我这里有事走不开 好的 医药费公司会报销 你不用管 颜哥怕今夏有负担 主动提到 今夏放下手机 盯着书页屏看了好一会儿 露易脸色稍稍好了一些 还能拿着手机回复信息 一瓶抗过敏的药水打完 今夏站在他的身后问道 还有过敏源检查 你要不要 我发现你这人 真的很多此一举 露易说完 就往医院大门口走去 今夏立马跟上他的步伐 坐上他的车 颜哥让我陪你回家 走 他烦躁地猝着眉头 我家和你表姐一个小区 开导航就好 今夏输入南洋一号 医院离他家半小时的路程 要不要在医院观察会 我看你还是很不舒服 让你走 露易沉声道 今夏一路无言 送他回了家 这还是今夏第一次去他家 他就住表姐家隔壁一栋 只不过他住的是公寓 月层 楼下一层是客厅 厨房 楼上是卧室 面积不大 适合单身居住 一进屋 月入眼前的就是一整面照片墙 柜子里整理地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相机 今夏来不及细看上面的照片 换上拖鞋 就去厨房给他倒水 水壶里没有水 他只能现烧 露易靠在沙发上 今夏走了过来 将宝毯子盖在他的身上 水还在烧 你有没有想吃的 他早上吐过一回 这回胃里应该是空的 露易脸皮都没有抬 你可以回去了 不行 你看起来不太好 按理说 他打了针应该能恢复好 可今夏看他 总觉得不对劲 初见他 就觉得 他是一个身上有股劲的人 可这会儿 那股劲不见了 整个人都样样的 我想睡会 你在这我怎么睡 露易耐着最后一分性子 今夏 那我等水烧好就走 露易没有回答 闭上了眼睛 不再搭理他